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健康夕防夏季中风》 《养生堂》马上开始 《养生堂》献给亲人的爱 我是主持人怡玲 今天我们跟大家好好说说 脑中风的事 勇之你干嘛打断我 停 你犯了很严重的错误 我怎么犯错误 我一句话都没说完 我跟你说 我差点就救了你的命知道吗 我怎么了 我跟你说还献给亲人的爱 你现在让亲人们为你担心 我怎么了 你怎么能在这个潜水区里头 你也没带什么救生圈啊 这行吗 这夏天多热呀 我潜水区 这一米五几 我一米七呢 我怕什么 我这站着 我根本不用游 我跟你说很多人就是这样 就觉得在潜水区里 自己的身高高过这个水位 应该没事 但是就是因为你的这种忽略 容易造成非常严重的后果 这样为了教育你 我先给你看一个短片 那一起看看 看 你看 这个时候才有人敢去营救 不等了好久 其实都已经过了第一黄金时间了 好危险 差一点点就出现非常不可预想的后果 这个新闻我以前确实看到过 也发了讨论 有专业的专家说 潜水区确实也会淹死人的 因为人在慌张的时候就是站不起来 因为他得多无助 好长时间才有人救 你这个提醒确实是对的 但是泳池今天我们说脑中风 就是想让你换作脑中风的情况下 来想一想 深水潜水的这个概念 在深水区 比方说这一个人突然发现遗色偏瘫 口外掩斜 口齿不清 那你就严重地怀疑他可能发生了脑中风的情况 没错 这个时候及时送医 及时疏通血管 可能能救他一命 所以说在深水区里发生问题 其实是好事 有时边有那个专业的人士 会一直盯着深水区的 对 像我们这些救生员 就专门关注这些深水区的问题 及时地发现 及时地救治 那如果发生在潜水区 潜水区不太在意 对 就是因为很多惯性思维 认为潜水区没事 就像刚才那位在仙子女士一样 人们都觉着在潜水区 她是在那玩水呢 但其实她可能很严重的枪水 甚至有可能发生生命的威胁 如果那个男士不去救她的话 还有可能她就真的溺水了 就是这样 所以今天专家让我搭了一个这么场景 就是给大家提一个很重要的醒 我明白了 你想表达的意思是 到了夏天 现在容易高发的这种脑中风 它很有可能症状也非常的隐匿 对 你看在潜水区有三位 他们正在扑腾呢 可能他们已经溺水了 他们都可能马上发生脑中风了 给了一些信号 第一个是血压降低 药物减半 不过这好像也没什么 以前我们专家说过 到了夏天高血压的患者 他的血管就是容易扩张 血压自然而然的 比秋冬天更低一些 还说没什么 先往下说 一会教育你 所以很多朋友会减药 这也正常 你跟我下说 再看这个下打盹 每个人都有吧 春春秋乏下打盹 对呀 是吧 夏天那个热呀 就会让你觉得非常的疲乏 很想睡觉 这也是在潜水区里扑腾呢 可是这怎么会成为 脑中风的一个信号呢 我们再看最后一个 一口渴 这个更正常了 夏天大太阳晒着 那肯定口渴啊 这个别说 在扑腾里的人 我都有一点 现在我俩都有点口渴 都是有点口渴 对呀 可能电视机间的您 也正在发生口渴的状况 但是有可能就在潜水区里 所以说今天 我们要讲的这个问题 首先第一跟季节相关 另外呢 一会儿我们会请上来 一位患者 他就是在夏季发生这种情况 并且三番五次的 差一点发生脑梗 所以看似特别正常的 夏天的一些小症状 怎么是脑梗的症状呢 他们和普通的那种口渴呀 乏力呀有什么区别呢 赶快请专家了 好 来 我们用热烈的掌声 欢迎中国中医科学院 国安门医院老年病科的杨哥 杨主任 欢迎杨主任 杨主任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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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杨主任都不知道往哪儿推了 来来来来 推到前市区 杨主任好 杨主任大家都很害怕脑中风 可是看您推上来四个礼物盒 我们心里推为踏实 这是能解决问题的是不是 我今天带来的东西呢 跟咱们这个发生脑中风相关 或者说可以预防其中的一部分危险因素 因为脑中风本来啊 它的危险因素是非常多的 但是我们今天正如刚才 用这所提到的问题啊 口眼外形 肢体偏瘫 不能说话了 然后这个甚至灰迷不行 对吧 这种类型的脑中风 那比较容易识别 大家很知道 这事赶紧上去诊诊上医院 对吧 然后去抢救 甚至在四个小时之内 咱们容穿治疗什么的 现在大家都有 这个意思我们的很多科普都做了很多 我们今天要讲的呢 是脑中风当中的其中一小部分 容易被忽略的问题 就跟刚才掩饰的这个在潜水区的问题 有一定关系 夏天任何一种中风都是可以出现的 我们通常所说的脑中风 包括缺血性脑中风 初血性脑中风 那么我们今天要聚焦 跟大家一起探讨的 容易被忽略的是什么 是脑梗塞当中 比较容易被忽视的枪息性脑梗塞 这个枪息性脑梗塞呢 它在60岁以上的人群 发病率更高 能够在整个脑梗的发病里边 比例达到20%到30% 然后这种枪息性脑梗塞 它五年内的死亡率达到25% 那同时五年的复发力有多少 百分之40% 假如反复发生枪息性脑梗塞 还会出现记忆障碍 反应迟钝 然后工作能力下降 最后甚至走向痴呆 会让痴呆的发生增加两倍以上 所以说这个枪息性脑梗塞 是我们不能忽略的一个很重要的问题 尤其在夏天 在天气烟热的时候 有一些阵性会比较突出的会出现 所以我们今天就来探讨这几种阵性 以及是我们中药能不能辅助它 进行适当的预防 开场您给了三个信号 在潜水区扑腾的三位 他们的一些症状真的好平常 先说第一位 第一位他就是到了夏天 我们都知道血管会扩张 那本身有高血压的朋友们 血压会慢慢的降低 其实是好事情 感觉是在给高血压患者一个福利 秋冬天的血压够紧张了 夏天放松放松 这怎么是脑梗的一种症状呢 勇志你要不开一个礼盒 我现在就特别关心这几个礼盒 这些宝贝都有什么作用 我先打开一个 好 打开一个 我看看那个最小的吧 从最小的来 我特别好奇 好 来来 最小的最金贵 是什么 这好像是一位朋友记录的一些数值 血压自测表 记得密密麻麻 这要说明什么呀 这就是我在临床上 经常让我的老年患者 尤其有血压不稳定的患者 做了一个家庭作业 患者记录打印下来的 其实有很多 有的人甚至在家 按照我给他设计的这个 早中晚的血压表 甚至给你写好几本来 让我们翻 那么夏天的血压的话 一般来说普遍会比冬天 或者深球会稍微低一点点 好深 因为这个大家都知道 这个天气炎热了 血管扩张了 血管扩张之后的话 血容量下降 那它自然低一些些 但是低了并不代表您就安全了 有一部分人低完 他就停药 停药 没症状就继续不吃药 这两天我的网络病人 有一个人在我们医院的 这个网络平台上 还咨询这个事 我这血压 好了 好了 但是那个我头还晕 我说你量了没有啊 你把你连续量的 那个记录的血压发给我 我说没量 说前两周 我已经这个量了正常了 我就不量了 这就不行 尤其是老老的 年纪特别大 他感受气不灵敏了 他的血压高了 或者已经偏 比较低了的时候 他都没有感觉 这个时候就会发生危险 就是这一个老患者 他在11年的时候 患了脑梗 经过治疗以后 基本康复 然后他原来呢 四烟 四九 同时呢血压也高 血糖血脂都高 山高都有 这个人治完之后 比较好了 行动也比较自如 生活 治理 就放松警惕了 腌照抽 酒照喝 血压药呢 想起来吃 不想起来不吃 喝完酒很舒服 不测血压也很舒服 一看这个降压药 那个说明书 很多这个副作用 是不是对我这要伤哪伤 对吧 他说尽量少吃 不吃药 经常自己悄悄停咬 结果 大概半个月以前的 我们医院的这个网络平台的这个 儿子把老爸的 重新犯病的图片发给我了 发生了很严重的脑梗塞 而且在梗塞抢救的过程当中 又办法了清度出血 以至于给我咨询的时候是怎么办 现在重新梗塞又出血 医院住了一两个月 只能转转眼睛 刺激的时候手脚能动一下 其他都动不了 这时候问我怎么办 那么这个事情怎么办且后缩 对吧 因为这个是一个比较复杂的问题 但是我们给我们大夫内心 最深刻的一个感觉 我要告诉患者及其家属 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 要把所有可能产生心脑血管病 尤其是脑梗发生的这些危险因素 都控制好 尤其是大家最容易测的 在家就可以测嘛 对吧 你的这个血压做好家庭之业 夏季血压比冬天低 不等于血压就正常了 立出了三个问题 第一个是高血压患者下降多少 能减药吗 二 减半片还是减一片 谁说的算呢 三 减完药没什么不舒服 还测血压吗 那我们也提前征集了一位观众 她曾经发生过脑梗 她的血压控制得怎么样 有没有把这三点做到 我们来问一问了解一下 来掌声欢迎唐阿姨 唐阿姨 您好 您给我们介绍您的经历 您是曾经脑梗过 什么时候脑梗过 20年吧 突园的血压就高了 204 非常高 从来没高过 等一下204 家里遇到什么事 着急 对 我给闺女看孩子 有点着急 去医院了吗 没有 回身没劲 脑袋也发脏 饭也吃不下去 走不了道了 走不了路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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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站不起来 是头晕还是什么 头晕 没劲 手都这样得射 腿也得射 不想吃饭 不想吃饭 到一边躺 懒得动 后来去医院检查了一下吗 去医院查去了 说我脑血管硬化 狭染 狭染了多少记得吗 没说 他就说左面处重 去右面轻 那继续治疗了吗 吃药 降压药 反正犯病了就吃 冬天一般就吃得多 我一到今年又两个月没吃了 昨天又有点血压高 二十六了 又两个月没吃药了 这是挺自豪的呢 您为什么两个月不吃药了 吃一片吧 就已经一百一十多 一百零几 完了我就吃半片 半片还是一百一十多 一百零几我都给折了 折了呢 有两个月 昨天又有点这个紧张 血压又升了一百六 我又给药吃上了 所以阿姨这三点肯定做得也不好 高血压患者 然后最近夏天血压有点降了 平稳了 能剪药吗 自己剪药了 而且剪半片剪一片 自己还慢慢试 就是感觉一片降得太多了 改半片了 再试试 对对再试试 这中间您到医院检查室 有小血管堵住了吗 好 他今年多大 66了 所以主持人啊 佑芳芝啊 为什么我要把这个血压表 除了血压之外 所有跟心脑血管相关的危险因素 他会想到了提醒他 这就是您给患者 需要他们测的一个时间表 对对对对对对 比较全面的早中晚的血压 因为有很多时候一天当中 可能血压它是波动的 绝大多数人早上9到11点左右 它是一个高峰 到了中午吃完饭休息左右 11点到1 2点左右是一个低谷 然后又到了下午4 5点一个高峰 然后到了晚上之后又进入一个低谷 那么我们为什么要让您早中晚都量呢 您量的全 我们才知道您的血压 真正的数值 平均值是多少 有人总是在一个比较低的时候 血压低谷的时候量 那给你反馈的就是一个正常的 或者说比较低的血压 有人总是在一个高峰的时候量 得到的数据也不客观 所以我们现在要求 一个是连续一到两周坚持量 就是在治疗期间 平常的话我们也希望患者坚持下去 对于一个70岁以下的一个中老年人来说 70岁以下 我们现在世界卫生组织来说 已经算中年人了 70岁以下的患者的话 我们还是要求达到标准血压 至少世界卫生组织要求的 140 90以下 假如您有糖尿病 再有心脑血管病的基础上 那么我们希望您的血压 在1385以下 这样才比较安全 当然过低也不好 不是说越低也好 假如低于90 60 那可能导致共血不足 也会有很大的问题 所以我们为什么要量 就是既知道高又知道低 电视机前的观众可能看到这儿呢 如果您是高血压患者 也有这样的体会 到了夏天确实这个血压好像自然的低了一些 那该不该调药呢 听谁的话怎么调呢 包括我应该怎么测血压呀 怎么避免这个脑中风的发生呢 您都可以扫二维码 进直播间 请教一下我们的权威专家 专家会给您解答的 我能帮您看看舌头吗 好的好的好的 我再看 通过这个舌相和它的症状 是我们今天要讲的 可能如果不注意 真的会引发中风的那种体质类型吗 根据刚才它之前所说的症状 加上现在这种情况 我们再看看脉相 应该还是属于我们今天要讲当中的一种类型 还真是今天要讲的 那要小心 今天还没劲儿是吧 没有以前我走路走得多了 我原来早期去公园走三十圈 现在走两三圈吧 走不动 发力 没劲儿 我就不要把腿发沉 右手有没有发力的现象 有时候麻 真是要小心 我都讲过一侧的麻 阿姨 现在可以肯定地说 今天我们要说的 夏季容易引发脑中风的那些个体质当中 您肯定占一种 是哪一种体质 什么特殊的表现 我们应该如何应对 一会儿我们会拆解一下 请权威专家我们杨准好好地来分析 您要认真来听了 自己是什么样的情况 我们也特别感谢您 给我们分享您的经历 送您一份礼物 养生堂推荐健康产品 阿姨 卤花给您送健康了 卤花高油酸花生油 油酸含量75%以上 高油酸让您吃出健康来 油酸多多 健康多多 卤花高油酸重 长寿多多 祝您越吃越年轻 谢谢 谢谢 越来越好 要认真听 今天怎么办 掌声感谢 请回座 我们先来说说这第一种体质吧 请勇志去我们患者的大脑当中 一探究竟 好 那我到大脑里看一看 通州马攻击 海上路 猴子马蚁 寒浪靠肩 朋友们 我可不是一般的船夫 我现在所在地呢 就是在高血压人群的大脑里 这个血管里啊 就好像这个河流一样 您看 弯弯曲曲曲曲弯弯 但是专家告诉我了 像这类人群啊 极容易发生脑梗 那我想了 你说容易发生脑梗 肯定是这个水路啊 非常的不畅 很容易发生堵塞 您说对吧 可是我现在这感觉啊 我滑起来非常的顺畅 您看 这一边滑还一边走 一点事都没有啊 这怎么回事呢 这啊 咱到前面看看 我这是哪儿啊 这怎么船滑不动了 这怎么越来越窄了 这什么情况 不行 我得赶紧问问专家去 天哪 勇志 你脸都下白了 我刚才惊心动魄呀 怎么了 因为这大脑里啊 其实它就是 有点像那个河流感觉 弯弯曲曲很曲折的状态 本身呢 我滑的时候啊 其实还是顺风顺水的状态 但是突然一下 它就狭窄了 那么突然 突然一下 我这个船就动不了了 我也不知道发生什么问题 我就赶紧弃船逃跑了 最怕的就是突然了 杨主任这是什么情况 这是属于什么体质 它可能会出现什么样的症状 我们怎么办呢 肝肾阴虚 阳抗息 那么这种人往往都是先天不足 后天久病 长期精神抑郁 首先有肝肾阴虚的现象存在 然后再入夏天之后 暴热 阳气 暴涨 或者说闷闷不乐之后 气欲化火 或者说跟人生个气 肝阳暴涨 这个时候肝肾阴虚的同时 出现了肝阳上抗 扰动 脑落 导致脑窍 壁住 而产生中风偏瘫 这种情况在我们临床当中 是经常出现的 第一种类型 大家记住 这是肝肾阴虚阳抗 一定记住了 因为这整个的一个过程 就是这个人有这种体质 发生脑梗的过程 可能身体也看似瓶颈 但其实也许很多危险事件 正在悄悄发生 大家都在拍 这是一个这样的过程 对 那遇到这样的患者 您会怎么应对 怎么治疗 肝肾肾肾阴虚阳抗 我们肯定就要平肝浅阳 直因清热和血通落 对它进行治疗 那么我们在临床上 用的比较多的就是一个 经典的天麻沟腾通落瘾 是在原来天麻沟腾瘾 基础上加一些通落的药 这个药它对平肝浅阳 清肝火通脑落 有非常好的效果 明白 因为它是有一个发展过程的 对 一开始这个人体制是肝肾阴虚阳抗 但是如果你不注意条理 那一步一步的 可能就是要走向脑中风了 所以您再次强调 给我们电视机前 还有现场的说 阿姨们普及一下肝肾阴虚阳抗 这种类型的人群 有什么感觉和特点 比如说是着急性格特级 对 阳抗它就着急 脸红 易怒 舌头红 大便干 这是阳抗的肝肾阴虚肝足血肾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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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肾� 腦鸣 肌力減退健忘 甚至耳膿这些情况出现 肝血不足的人假如说 他不能入养肢体的话 可能出现肢体的麻木之端的 这些麻木不仁的症状 所以说肝肾应许 它是一系列的症状 本来有肝肾应许的基础 再加上夏天天气炎热 我们在在烈日下去活动 或者说生气了 跟人吵个架 一生气暴怒 或者你在过度劳累 在烈日之下大汗淋漓 然后火热过肾 另外一个就是郁郁寡欢的人 长期郁闷 郁而化火也可能导致杨康 有点小事琢磨来琢磨去 对对对 琢磨来琢磨来 刚才那个阿姨她 一久就化火了 刚才那个阿姨呢 还不属于这个 还不属于下面一种真心 那我们还不属于您 您继续往下听 大家应该都对照清楚了 自己是不是这种类型呢 那我们该怎么办 其实今天主任带来的宝贝来了 我们宝贝当中 应该就有这个预防的方法 太好了 我给大伙看看 好 它就是 这个东西我没见过呀 什么呀 我就是活了三十多年了 我都没见过这个 给大家看看 这就是冰淇淋 这不是荷花吗 不像 也像 有点像荷花 这到底是什么呀 这里头 是不是像那个 呕包裹的那也不像 我觉得现场的观众 都是有智慧的 我这问问大伙 这是什么 对呀 防中风的宝贝 大家看看 来 您好 您看看 包裹 玉米的包裹感觉 包裹 就像那个鲜玉米是吧 对对 别说 你看它这外表 还真是有点那意思 但是跟玉米颜色不太一样 对 是的 闻着吧 有一种那种甜滋滋的味道 有一种甜的感觉 但它这里面有花 生活中没有见到过 你也猜猜呗 它是啥 猜不出来 猜不出来 好 其实我也猜不出来 那道理是什么 咱问问专家 我都着急了 我想看看 你猜一猜吧 我其实远处看的 还以为是玉米的 我心想这玉米也太好看了 你跟大伙一样 大家也都这么猜的 都说像玉米 对 仔细看 说荷花吧 但也不是 但是闻着那味儿 跟玉米特香 是吧 好香甜 应该很好吃 这能打开看看吗 给打开看看 你看给它 我们看看 就是大瓶上已经出现了 它的这个各种的样子 然后功效 吃法 适应人群 那到底是什么呀 你看打开 你看上面还有很多 这个小黄花 就每一层还有黄花 对 还有吗 有有有 你看这个叶上面 还有好多露水 你发现没有 水分非常的足 闻起来非常的香甜 然后每一半叶旁边 都有像那个黄花菜一样的 小黄花 黄花菜 有点像 你不觉得吗 一看你就是东北的 那个 这真的是闻着好香甜 真的是可以吃的 先请我们专家 跟我们介绍一下 它的功效吧 这朵花呢 它在南方生活过的朋友 大家可能会知道 它具有一定的 预防我们肝阳上抗的作用 它首先具有 疏肝解育 里气活血 同时还能够 凉血安神 这么一个作用 这个作用呢 让我们原来 可能肝肾阴虚的人 不容易产生 看镜 不上抗 不去伤到脑落 是不是就不产生脑梗了 这样的话 其实它是 在预防当中 起到了其中的一个环节 那么对于肝肾偏抗 容易激动的人群 或者说咱们提到的 情绪抑郁啊 欲问难平的 时间长了 欲而化火暴怒 你看有的人 抑郁的人 时间长 你别看它平常 尿尿的 才遇到什么事 一下就爆发了 它一下火了 是不是 这种时候 咱们需要什么 苏干解育 礼器或许 再来一点点 宁心安神 不让它暴怒起来 太好了 对 但是我最关心的是 它到底怎么吃 对对 我看又能泡茶 这么有吗 可以泡凉茶 还可以做凉拔 这是我入洋食堂 这么多年 第一次看到的这种花 我都不认识 也难为大家活了 但是它功效真好啊 对 在这个夏天呢 肝肾阴虚阳抗的人 如果不控制的话 容易造成脑中风啊 太力气或血 疏肝解育还凉血 一会儿会给大家介绍一下 它真实的名字身份 到底是什么 慢慢来说 这是第一个 我们说在潜水区 容易溺水的 一种体质类型 肝肾阴虚阳抗的类型 我们解决了 那第二种类型是什么呢 还记得吗 有一个人在潜水区 他乏力 他困 他没劲 我就说 这个也太常见了 到了夏天啊 别说老年人了 我年轻人也发困的 对呀 也想多睡会儿啊 这个是 怎么是脑中风的症状吗 老老人啊 久病的人呢 还有 常常有重病的人 反复住院的人 这些人 他会出现什么现象 脾倦 发力 少气 懒言 尤其进入夏天之后 那这样的人群是什么体质呢 我们再请勇志去大脑里看一看 好 我这回再去第二扇门观察一下 我现在啊 就在第二类人群的大脑里 这时候啊 我就感觉路变窄了 而且呢 这水啊 也少了 他也不急 我这使劲滑 我这 我使劲滑 他也不怎么动啊 哎呦 我不行 我得使出吃鸡腿的力气 哎呦 这船怎么还是不动啊 这类人群到底又发生了什么问题啊 咱们再问问专家吧 你都看到什么了 勇志 哎呦 我跟你说 这一回可比刚才更凶下了 这一回我干脆那个船他就不动了 我这个船在里面 他就我想滑都滑不动 我使进了吃肘子的力气 他也动不了 为什么这种人的这个脑血管里 他是滑不动的呢 滑不动的 定住了 就是 哦 出现了 他是气虚血瘀型 你让主持人来介绍一下 我们老联科里边所遇到的 很多这种老老人 八十多九十多甚至一百的这些人 他的去也相对比较虚弱了 然后他在酒病 反复生病的人 然后另外一个反复生重病的 反复住院这些老人 他特别容易出现气虚发力的症状 然后到了夏天又容易困乏 然后的话出了汗之后 更伤筋好气了 好气更严重 休息也不好了 这个时候就加重了我们的气虚血瘀 气虚血瘀中了之后 一部分人可能就出现脑子里边的小血管梗塞 又出现了枪吸血脑梗塞了 老年人的 尤其早期枪梗 他还症状不重 他就是走路慢 比较偏 偶尔走着走着没劲而摔 我有一次在家里边 我一个亲戚来到我们家 他媳妇就打电话 说这个爸爸在家摔了一跤 我是不是去给他买个膏药贴一贴 我知道他们家 他们家那客厅特别宽敞 二三十平米的客厅 非常的平整 不存在老人久病 发力没劲 脚软了 那天反复摔了两跤 我当时就提示他 我说您不应该去贴膏药 赶紧让他带老人去医院 做一个合词 一查就是枪梗 他没有明显的偏谈死语 没有半生不随 口眼外一些这些都没有 但是你看就在家里边走着 他就发生这个现象了 发力没劲 要不是我在 他们家那个媳妇打电话 给这些朋友说 我去买几个膏药 还很孝顺 你找不到重点 对不对 这种人就是说 我们要知道他的危险因素在哪里 我们要去分析他 然后你找到原因去治疗 那您再强调一下 因为到了夏天大部分人都有点 下达痕有点困嘛 这种正常的乏力困和有气虚血淤 然后它加重了这种乏力困 有什么区别 有什么特点 刚才说春困秋发下达痕 是每一个人都会出现的 但是咱们所说的气虚血淤型 可能产生的下达痕 尤其是老老人当中 可能出现的这些现象 它一般都比较重 它最常出现的是 没事坐那儿 一看电视就打瞌睡 打瞌睡 心肠 对 打瞌睡 坐那儿 甚至说有时候我们的病人里边 有人进诊时 家属正在跟我们大夫交流呢 那边打瞌睡着了 极少数的还有什么情况 你说说说 它就打瞌睡了 早上起来 刚吃完早点没一会儿 又想去睡觉 还有它出现一个现象 叫什么 气虚导致 清阳不深 脑供血不足以后 它反应会迟钝 反应慢 它会伴随耳鸣啊 健忘啊 这些现象出现 我为什么一直观察 我们台下的叔叔阿姨 大部分人都很清醒的 特别认真在听 但是总会有一个 阿姨啊或者叔叔 对 我也看到了 对状态不好的在那儿打瞌睡 他很努力 但是他控制不住 很有可能 这就是脑缺氧的一种 我还记得刚才那位唐阿姨 她说话也没劲儿 然后她也说自己好像 我老是乏力什么的 它不会是这种类型吧 对 主持人说得对 阿姨也提到一个问题 发力没劲儿 对不对 经常觉得不想动 这个就是一个气虚 同时伴随可能有血瘀的症状 明明睡得很好 休息得很好 可是白天还是很困 老想打哈琴 这是脑缺氧的一种表现 对 对 对 老是没劲儿 像刚才唐阿姨 连说话声都特别的小 提不起劲儿 也是气虚的表现 对 对 发展下去严重了的话 有脑中风的风险 那一般您是怎么治疗的 王清润在伊林改措里边 所记载的一个方子 叫这个不洋环武汤 来加减进行治疗 这个方子里边 最最重要的是 用一个大剂量的黄芯 但是有一点 使用黄芯大剂量 咱们要根据人的体质 每一个人的 轻重 这个舌胎 脉象都不同 我有一个老患者 当年曾经很瘦 不到一百斤 他一直走不动到 但是他勉勉强强能坐轮椅来看病 进入诊室的时候 他一定要表示 我还是有叫能走 他不愿意坐轮椅 要走进来 这个老患者 后来我们曾经给他用到 不到一百斤的人 黄芯也用了一个很大的量 还要因人而言 接近200克 但是我们一定是在 循序渐进 根据患者的承受能力 对 不能自己用的 你看听起来 就是非常复杂的 要根据汪文问切 各个方面 体质问题 身材问题 来断定用什么样的药方 怎么加减 但是我们可以预防 治危病 很多说阿姨说 我好像就是这种气虚 还有血瘀 包括他 以前已经诊断清楚了 您就是气虚血瘀的 那怎么把这个气提起来 把瘀化开 然后我们防夏天 容易发生的脑中风呢 有礼盒 阿姨您就需要这个礼盒了 那说起预防 我们今天的专家 给我们带来了什么宝贝呢 来看一看 这怎么是一盆草啊 看似是一盆草 但是专家带来的 肯定它是宝 到底是什么 真的 这是不是放错了 这不就是 但是真的好像小区里那个草啊 对 而且特别像就是 现在有一些DIY的手工啊 对对对 自己在家里 然后浇浇水就长出小草来 这不是草吗 主任 这是什么呀 这是一种中药啊 哦 它叫仓谱 仓谱 这个听过 听过 仓谱听说过 对对对对 但是它这个仙品就是草啊 对 没见过 长得跟草一样 对呀 对呀 仓谱嘛 那能闻闻吗 不是草 它味道还挺好闻 特别的清新 然后淡淡的那种中药的 这是咱们的石仓谱 对 很淡的 鲜味 心还有一点点芳香的感觉 芳香 就没想到一棵小草的芳香味 能那么浓 仓谱它有什么功效 仓谱这味药呢 它首先它能够开窍 临绳 去石 化痰 同时我们山楂呢 能够消失化字 活血 化鱼 黄芪大家都知道了 武器的这个药药 几乎每一个人都知道 甚至咱们很多老人都会用它 那么假如我们用黄芪 山楂 仓谱 在一起做成一个饮品的话 它能共同达到一个什么效果呢 达到一个不气活血 去石化痰 行脑通落的作用 对于我们刚才 唐阿姨这种类型的 气虚型 发力气短 然后的话 昏昏欲碎较多 经常头晕头重 或者尤其是那种 这个体型特别重 同时又伴有高血压 高血脂 这些人群的话就特别地适合 你比如说我们的山楂 其实现代药理研究 它有很好的降血脂 降血压甚至通落的作用 甚至活血通落的作用 对于预防动脉这样硬化 有一定的帮助 太好了 而且我觉得应该挺好喝的 您能不能给我们一个用量 然后指导一下大家 是泡 是煮 具体怎么做 黄芪可以用20克比较安全 三渣呢15克左右 最好用浇三渣 仓谱用量不要大 10克就可以 10克左右 养生糊一煮就可以喝 味也不会太差 很好喝 很好喝的 在这个夏天 如果您气虚血淤 那么就喝起来这个茶 记住刚才的用量 对于这个方子 包括气虚血淤 可能会引发脑中风 等各种问题 您都可以扫二维码 进入我们的直播间 请权威专家给您判断判断 大家马上打开微信 对准屏幕上的二维码扫一扫 关注精士健康微信公众号后 点击下载APP 按提示安装精士健康APP 注册进入APP 首页上点击最上面的直播海报 就可以进入直播间 咨询专家了 尤其是刚才那位唐阿姨 您光用这茶肯定是不行了 您的血压曾经做200多了 即使还是去医院 咱们听专家的话 看看接下来怎么调理 怎么治疗 好 那么这是第二种类型 第三种在潜水区 可能在这个夏天 容易出现脑中风的 那一位朋友 她的症状大家记得吗 特别普通 我说我和永志 喝水 对 也会有 就是口渴 这个夏天大太阳晒着 那难免会口渴 我也注意到 我们现场就有很多阿姨 手边都放着水瓶呢 时不时地喝上一口 来 我们掌声有请她上场 来问一下 采访一下 掌声欢迎 您是这个夏天特别爱口渴吗 是的 因为爱出汗嘛 身边老带着水 喝的频率呀 你觉得一天能喝多少水 早饭以后吧 喝点茶水 但是出门呢 现在感觉天气也热嘛 就觉得嘴老干嘛 你要按那个瓶装水瓶算的话 能喝个三四瓶吧 三四瓶 但是解渴了嘛 还是觉得渴 对 还是觉得口干 那问一下主任吧 主任您也可以帮它断一断 是我们接下来要说这种类型吗 好 我把你舌头看看 也算是属于阴虚比较重一点的 但是它还没有明显的气虚 假如夏天再让您出去 打热天之后 暴热运动 汗如雨下 今天家里边有事让您出去走一遭 去让您买个什么东西 一路回来 可能您的阴虚症状就会加重了 是不是 或者说您的年纪在 随着现在这种状态再长几年 那么现在这种阴虚的症状再加重 那是别的一些原因 有可能就会出现危险 那么现在这种比较轻的情况下 咱们适当地预防就可以 好吧 好的 谢谢主任 一会儿有预防的小方子 一会儿可以听一下 我们先掌声感谢 好的 谢谢 谢谢回座 谢谢 好 通过我们介绍 我们可以看到第三类 容易在这个夏天出现脑中风的体质 就出现了气阴两虚 您来介绍一下 对 气阴两虚 大多数情况出现在老年人身上 同时可能又有夏季的多汗 汗如雨下 刚才所说的 然后还有一部分气阴两虚 大家所知道的这种阵型 发生最多的人是谁 是咱们的糖尿病患者 对吧 那么您在年纪大 有糖尿病 然后气阴两虚比较厉害 在三斤好气 那么气阴两虚严重之后 可能产生愚足脑落的现象 那么我的一位患者就是因为口干 口渴 四五模糊 大概九年多 他们家是有糖尿病家族史 同时自己已经确诊糖尿病八年 找我看病前 一个月出现了头晕 右侧肢体的麻木发力 然后上医院一检查 发生了脑梗 他就是才62岁 但是因为有糖尿病的病史 然后过度劳累 出汗以后 发生了脑梗塞 这是比较典型的一个病例 还有一个病例 也是在大概十多年前 就在我们医院旁边 归女领着老头子来找我看病 老头子走路就很勉强 一缺一缺的 归女扶着进来 归女要求我说 杨太夫 你给我开点液体 给我输一输 我说怎么了 为什么要输液体 一来就说 他好像已经把这病给诊断清楚了 需要怎么处理 都已经给我弄出来了 那我说你为啥 他说这两天拉肚子 拉了几天肚子 你看他走不动没劲 估计就是拉肚子拉得没劲 因为我对他比较熟 他走进来的时候 步态已经不正常 他走路的时候 他已经是有半边脚是软的 手不弄到 不协调 归女子抬着走 但是他不是一般的正常虚弱 而是有一边特别没劲 而且他的鼻唇沟 口唇 说话的时候 已经往一边偏 不说的时候 都能看到他往一边偏 另外一个问题 他反应特迟钝 你跟他说话 之前因为我认识他 他不是这样的人 他大概那时候接近八十 我说你这个拉肚子只是七 我说现在还拉吗 已经不拉了 停了 你要去做一个CT查一查 可能是脑口 所以在这个夏天 如果有类似这种情况 就是脑梗塞出现 它就反映的是一个分水灵梗塞 老人年纪大 体弱 然后拿肚子或者是过度的出汗 伤筋好气 今夜过度的下降 血容量不足会产生什么 分水灵梗塞 也是我们腔梗当中的一种 这时候看着不重啊 我们不把它检断出来 好 给你输点这个一般的 不耽误了 拉肚子的东西 那下一步你要是脑梗加重了 怎么办 这不就麻烦了吗 要记得辨识 而且要提示大家 这个体质也是容易在这个夏天 引发脑梗的 七阴两虚 口渴 乏力 七阴两虚表现 大家要小心 泳智 你怎么不着急去 这位患者的大脑里看看 我都着急了 不去了 不去了 我觉得我没有必要了 为什么 你看刚才我去那个气虚的 那个大脑里面 就已经很划不动船了 去这个七阴两虚的呀 里面连那个水液都没了 是不是还更干涸了 我划什么呀 我还是关心一下 今天主人带来了什么宝贝 好 来 带大家再看一看 解决这个七阴两虚 来 看看最后一个宝贝是什么 是一壶茶 这个茶看着很清澈呀 既然刚才那位阿姨 说她比较容易口渴嘛 这个喝了好多瓶水 也不解决口渴的问题 那咱们就把这个代茶饮 给这位阿姨尝一尝 好 好 给大家提供了一个 生津茶饮 清果五个 金石壶六颗 麦冬六颗 竹茹六颗 柑橘花六颗 桑叶六颗 莲藕十片 适当大小就行 黄梨两个 然后加碧芹五个 加鲜蘆根两支 那么把这些东西放在一块 养生糊一煮 来喝 肯定会达到一个非常好的 生津止渴的作用 那么对于平常 阴虚比较明显的朋友 可以大家试一试 那有没有什么禁忌呀 注意事项 脾胃虚寒比较厉害的 咱们少喝一点点 试着来 刚才分析了阿姨的体质 就是起因两虚 容易口干口渴 那么给您送了茶 也要送您一份健康大礼了 阿姨 卤花给您送健康了 卤花5S压榨毫升油 去除黄曲煤技术 发明专利 卤花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 滴滴卤花健康万家 幸福全家 阿姨 祝您全家 健康幸福 好 送给您 好 虽然刚有苗头要调理了 另外还记得吗 高血压的朋友们 在这个季节怎么防中风 我们给了一朵花 那个花太漂亮了 是 它叫什么名字 这样我们把答案 都交给养生厨房了 养生堂推荐健康产品 卤花高油酸化成油 油酸含量75%以上 高油酸让您吃出健康来 油酸多多 健康多多 卤花高油酸住长寿多多 接下来我们进卤花养生厨房 去经历一下这朵漂亮的花 谢谢 这暑热可越来越甚了 今天咱们就继续跟您聊聊 暑热液养生 今天张老师给我推荐了一个叶子 据说是舒服液 然后喝了之后 让你身体特别舒服 是吗 是的 尤其在暑热的时候 我们会觉得胃丸满闷 不舒服 而且还有一个食欲不振 有些人还会出现 饮食不适就出现恶心呕吐 那这些问题就可以用 这个舒服液来改善了 曾经有一句话 专门是讲解这个舒服液的 为防无鼠药 鼠水什么香 就是到夏季的时候 你觉得你没有这个鼠热的药 避鼠的药 还可以喝这个鼠水 什么什么香 那看来这个就是古代的霍香正气了 这个鼠水就是我们理解的煮熟的水吗 还是说它是一个专职名词 这样这个鼠水在宋朝陈旨所写的 受亲养老心书当中 就讲到了这个鼠水 有很多种鼠水 比如说有豆蔻鼠水 有沉香鼠水 有沙仁鼠水 有很多种鼠水 那做的方式 把这些药材弄成小块或者打碎 然后用滚开的水立刻烫上去以后 这个再把这个盖子焖上 然后这个香气留在这里面 之后就可以喝这个饮品了 所以我想这个鼠水 就是一个滚开的水 烫了这个药材之后 成成的一个带香气的饮料 好高级 好像来一碗 那我们也期待一下 这个舒服鼠水到底是什么 我突然想到一道菜 然后我就用这个舒服液 作为一个冷泡鱼 因为刚才也是受到了 张婉兰这个点播 说这个拿热水一烫 然后盖上 它这香气就会弥散在 整个这个里头 所以冷泡这个技法 非常适合今天这道菜 而且特别适合夏天 我们没有胃口的时候 它是能热吃也能冷吃 没错 现在大家看这个带鱼 它的形状是这个叫直发 一会儿咱们给它来个大波浪 您有这个卷发棒 没错 神奇的卷发棒就是它 一把刀 能把一个黑长直变成一个大波浪 是吧 没错 来 咱们自己看 这个背面的肉比较厚 所以咱们这个刀直切 直接能切到什么的深度呢 就是能贴到骨 切到骨意味着什么呢 我们的肉完全地切开了 一会儿做的时候 它会更加地入味 明白 因为我们要冷泡 让这个汁水充分地入味 我们这个一定要给它全开开 间距要什么呀 不要太宽 贴到骨头就行了 好 现在咱给它改成大小相同的段 咱们用一个方法 四指 拿手指当作一个尺子 同身尺 您可注意安全 这是一个 四指宽 对 每一个都是四指宽 让我想起了中医针灸里面的同身寸 然后用自己身体的一段去量这个尺寸 自带尺子 自带尺子 自备尺 切好以后加入一些葱姜 再来上一点黄酒 简单的 因为带云的比较新鲜 所以过重的味道去腌制它 再来上一点食盐 带鱼就是一个很好的既可以暖胃同时 还可以补虚的一个效果 关键它还有一个很好的功效 女孩子都非常喜欢 它有一个择敷的作用 好 这个时候咱们熬这个秘制的冷泡汁 虽然说是冷泡汁 但是我们也要给它充分地熬煮出香味以后 放凉再用 就叫冷泡汁 可是咱不应该先炸带鱼或者煎带鱼吗 不是 这个汁因为我们熬完以后给它要放凉 然后带鱼是热的 汁是凉的 这一泡这样它能这个味道 马上吸到这个肉的身上 没有味道 锅中咱们做油 做好菜用好油 今天我们做菜用油是 卤花5S压榨花生油 卤花5S压榨花生油 去除黄驱眉技术发明专利 卤花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 滴滴卤花健康万家幸福全家 是我们养生堂特别推荐的健康好油 大约咱们有个四五成者 先下入葱姜 慢慢地煎出来的香味 咱们这个冷泡汁实际上来说是一个万能汁 咱们不光是可以做冷泡鱼 还可以做冷泡鸡 冷泡鸭 冷盘 冷泡的牛肉都可以 所以今天大家学会这一个 回家可以做很多 边煮出香味 然后我们加入一些香料 家里常见的一些香料 我们放入锅中 什么香叶八角 小辣椒 小火慢慢地把香料的味道给它逼出来 皮线多边酱 增加风味 增加迷人的颜色 颜色出来了 味道也出来了 现在咱们开始烹入一些酱料 来上一些料酒 甚至锅热 酱油 生抽 皮手酱油 咱们来点黑糯米醋 酸甜可口 所以这醋的味道一定要够 当然了 这里为了中和这个酸味 咱们稍微来点糖 然后来上一点胡椒粉 蚝油 搞里头 然后咱们加入水 但您说这个汁不是不太一样 一个是开胃 一个是让我们遇见夏天的感觉 是的 别着急 这只是咱们那万能的冷泡汁的 其中一步 开大火先给它煮开 大约五分钟的时间 让它充分地味料融合在一起 张老师刚刚给我们介绍了一款鼠水 这个鼠水泡着我们的舒服液 可以帮助我们夏天去解鼠 那我们现代人要是中鼠了 就会拿出那个神奇的霍香蒸汽水 那您说的这个舒服水 是不是就是霍香 不是霍香 但它是霍香蒸汽水当中的 一味主要的药材 那在夏季的时候 当成一个饮料来用 我们就可以回到宋代时候 那个叫清明上河土里头 就这么一个小地方 它标注着叫做香饮子 这样也是这个香气弄在这个水里头 然后这个饮品在夏季来使用呢 来饮用可以有解暑植藕的作用 这个舒服水呢 它颜值还特别高 是粉粉的这颜色 梦幻粉紫色 没错 这个时候我们关火 把这个渣子咱们毙掉 直接倒入盆中 好香啊 就感觉是那种鱼香汁的味儿 现在闻起来 现在把我这个手里的这一盆 小葱 是吧 香菜 薄荷叶子 青红辣椒 葱姜 蒜 一块的咱们扔入汤中浸泡 所以这里面有咱们的舒服液吗 有 已经下进去了 已经下进去了 让它在里面泡泡澡也舒服舒服 泡个热水走 忘了还有一点东西很关键 就是咱们那个小柠檬 这就是您说的那个遇见夏天的感觉 是的 酸爽开胃 酸爽的小柠檬 咱们一下道理 这个泡的时间呢 大约泡至两小时 让它的味道完全地给它冷却下来 这样呢 它的味道就会完全地挥发在汤中 这个时候呢 咱们就开始准备要煎鱼了 得入锅才能出波浪呢 当然了 这波浪可能现在还看不到 只要我等着 然后呢 咱们给它上一层薄薄的淀粉 从我们的专业术语来说 有胆 有蘸 有果 胆 应该是说最少的 咱们就可以起锅 开始煎鱼把这个待鱼放入锅中 说明你注意看这大波浪从哪来 从哪来啊 你别着急 认真看 油温呢不能太高 刚下锅以后 等它完全定型 咱们再冻它 刘老师 波浪在哪呢 来 你看看 这个其实我说的波浪 就是刚才咱们改道的时候是直的 现在呢 一经过这个高温加热 缩紧水分挥发掉 你看它这纹路 是不是像水流似的 这种曲曲弯弯的 像这种波浪的形状 一般让它足够的脱水 它才能足够的吸水 对吧 对 没错 咱们经过泡制的时间 已经到了 这个汁已经完全凉透了 味道也完全地入进去了 咱们就把这个 给它过滤一下 煎好的热鱼 放到冷泡汁中 让它充分地去享受 这一分冰爽 这样它的汤汁 它会吸得很足 它会有那股 刚才咱们说了透骨香 这个时候呢 咱们浸泡大约20分钟 那我们现在就来 给大家揭晓一下 杨主任给我们推荐了一个 里气活血 书干解育的花 其实它就是香蕉花 我们都知道香蕉什么样 但没见过香蕉花 竟然是这个颜色的 是的 您还说到了一个 特别文艺 特别雅的一个煮法 叫做熟水舒服叶 那要不刘老师 您给我们演示一下 让我们感受一下 宋人的这种制服 咱们来一个 咱们就叫舒服饮 我们在熟水中 放入几块冰糖 这个时候我们就把这个 刚才张老师说的这个 舒服叶 咱们给它唤醒一下 拍一拍 我看看您这怎么唤醒 行行 拍一拍 这时候就行了 拍一拍就可以 拍一拍 这个时候它的味道 就会弥散得更充分 关火 把这个舒服叶放入 看到这儿 其实很多观众朋友们 应该认出来了 张老师告诉我们吧 这个舒服叶 其实它就是 就是紫苏叶 它是一个新温节表药 同时还可以合胃直偶 不仅可以发散风寒 同时对于我们夏季的时候 喂凉的 还有喂寒的人群 也是一个很好的帮助 尤其是它可以解鱼虾毒 对于我们出现的恶心 偶吐腐气的问题 也可以解决 平常你像我们做鱼 烤肉其实经常吃 对 但不知道就是把它做成 这个熟水喝起来 也是很舒服的 而且听说它颜色很好看 可是现在不是您说的 那什么粉紫色 是吧 这是一个蓝绿色吧 别着急 我这有一个魔法水 好不好 真的假的 来 一二走 瞬间变成桃红色 色如桃花 跟张老师的衣服好配 是 太神奇了 您这加的是酸还是碱 我知道肯定是有点性味 肯定是 对 这个就是柠檬汁 加了点鲜柠檬 就变成了这么好看的桃红色 快送给张老师吧 特别好喝 真的吗 真的是 非常符合我的口味 关键是喝完这个以后 胃寒的人群 就可以有这种 胃里头很舒服的感觉 尤其是夏季的时候 暑热天 出汗比较多 会觉得口干口渴 那这个 这一杯饮 既可以缓解口干 同时还可以合胃的作用